梁列维是香港TVB的艺人 外表帅气 打气过硬 最重要的是非常敬业 能吃苦 拍起戏来相当拨命 最近他还上了热搜 说因为在拍戏时不慎被车撞飞 当时事发突然 场面也非常惊险 好在及时入院诊治 梁列维也通过社交媒体向公众报了平安 梁列维不仅对工作相当敬业 对于家庭也是相当认真负责 梁列维和太太蒂娜相恋十余仔 在2014年领证注册 很多人觉得相较于梁列维的外貌 太太蒂娜在身高和长相上看上去不那么登对 甚至有媒体直接吐槽她长得丑 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两人的感情 在2015年 梁列维为妻子补办了一个盛大的婚礼 婚宴上曾志伟 黄日华等众多明星纷纷出席 几乎是香港娱乐圈的半壁江山都习数出动 看这豪华的伴娘团 还有这豪华的伴郎团 三十二人的兄弟姐妹团 阵容真是强大 难怪有网友说 这根本就是属性大会 据说蒂娜原本是英采儿的助手 两人拍拖十多年 一起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 多年来 蒂娜都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梁列维 即使是在她处于事业低谷时 蒂娜也都对她不离不弃 没捡开饭 蒂娜还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这份身后的感情给了梁列维莫大的动力 婚后 梁列维也积极努力着赚钱买楼 为此更加努力的工作 连一点空隙都不给自己留 甚至在网上发微博 求工作 2017年两人的爱情结晶 小女儿可瑞娜出生了 梁列维升级做了爸爸 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不用开工的时候她有耐心的照顾女儿 并且表示 为了女儿要戒酒 戒业生活 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而且为了报答老婆送给她一份最珍贵的礼物 梁列维还亲自下厨烹饪美食 犒劳老婆大人 而且接受访谈时也会提到老婆有多辛苦 语气相当愧疚 觉得自己四个女人 这番话足以让社会上的一些妈宝男 就应难汉言了 爱老婆 疼女儿让观众对梁列维的好感度大大提升 而梁列维夫妻的感情故事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世间的真爱 你可能并不完美 但是在对的人眼里 你就是最完美的